欢迎收看 近击的台湾 我是明君 带您来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 新竹的南辽渔港海鲜餐厅 招牌渔夫饭海味十足 老板的神秘身份 是黑猫中队烈士的姨父子 基隆限定美味叫豆干包 它可不是阿给哦 由外制内三层包覆着 鱼浆 油豆腐跟绞肉 吃起来扎实又鲜甜 台中西区巷弄的老宅餐厅 招牌的砂锅粥 口感绵密带有淡淡的花生香 现点现捞的红旬粥 则是海味鲜甜满满 南投老街有一间古早味食堂 三合院里头卖着各式的招牌台菜 好吃到总是要提前预约 在新竹的南辽渔港附近 有一家用GPS哦 你都找不到非常隐秘的海鲜餐厅 独家菜色保证新鲜 像渔夫饭吃得到满满的海味 和焦香的锅巴 当季的无鱼米粉汤呢 鲜甜滑口 其他像是桂花螃蟹 醋楼卵丝 都是外面吃不到的好口味 老板吴新华喜欢钓鱼 也做过几年渔夫 也曾经代表台湾自行车队 骑进奥运的比赛 他甚至还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那就是黑猫中队烈士的姨父子 随着历史解密 吴新华在伤痛中找寻自我 在海味里分享人生 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我不能听到你这个东西不新鲜 不要羡慕 不要嫉妒 一切靠自己 一切靠南辽渝港五分钟车程的餐厅 前身是自家工厂 内部招潢复古混搭 平日的午后仍不乏老套上门 十七年的海鲜餐厅 是老板吴新华一手打造 巷弄里的倒地美食 我们招牌的海鲜饭 然后我们这锅饭呢 当初我开店的时候想 因为开在巷子里面 我们必须要有几样代表 当然先炒饭 然后海鲜料 然后这是我们独家的面料 然后也有客人他叫它叫做渔夫饭 外面吃不到的口味 把炒到入味的海鲜放在炒饭里 淋上蛋衣和配料后 再到炉火上干烧 然后这个烧很重要 有的人他喜欢吃锅巴 他们说这样会特别香 烧到滋滋作响的包饭 锅底的炒饭或者焦香 和新鲜海味互相融合 配上独家酱料 咸香四溢 口感绝佳 成为一脉长红的闯食美味 在无信华店里没有固定菜单 跟经典的菜色都适口相传 当天的海味则是他坚持 亲自到渔港挑选回来的 啥 今天有什么 今天有蚂蚂蚂蚂 有 来来来 这个是基钓的 最棒的鱼叫黑毛 它肉质非常的细 就完全是烹饪器的 有时候不一定有 对 不一定有 冰箱都会几点来采吗 大概九点多吧 九点多 所以我们这边是南寮 对 南寮鱼市场 今天是吹十一级风 然后今天那个船没有办法出去 我们就只能在这边 在开餐厅之前 吴兴华做了四年的渔夫 自己有渔船钓鱼 对各种海鲜的认识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鱼货新不新鲜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然后我们现在挑花蟹 这很大是不是 挑的时候一定要挑这个行名 这种红脸的 这红脸代表它里面的肉质呢 是非常的饱满 然后而且非常的鲜甜 那他们家自己的船抓的 那是昨天回来的 昨天晚上到的 越多越好 期货可居 一台船就抓这一些而已 还有里面那一些 你抱歉真的很爽 市场的各家鱼饭 都是吴兴华当鱼夫时 一起钓鱼的伙伴 开餐厅之后 当年的钓友变成了提供鱼货的 最佳选择 各种鱼类 花枝 龙虾 任君选购 看到我都很开心 等一下算行人了 金主 十几年来 几乎天天来采卖 逢与无主 胡兴华从与大海结缘 到开餐厅 那些淘海为生的日子 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 那时候海巷很好 鱼货也多 然后一次钓回来 大概一天这样单趟这样出去 就大概有 一万多或两万多块的鱼 我在海里面差点阵亡三次 还好命都很大 浪又大 风又吹 整天才插到海 插到一半插到海里面 然后浮起来 一定要有鱼 我们今天才会有闲 因为当年有很多 从台北或台中来的海鲜餐厅 他们很喜欢我们钓的鱼 然后后来我师傅才会跟我讲说 在这边自己开 因为我们看到都是第一手的鱼嘛 钓回来就是这么新鲜 往上来就是这么好 那个是很主观的印象 鼓起勇气在渝港的巷弄里开餐厅 有时连GPS也导航不到 但吴兴华就是靠着 最新鲜的鱼货和料理 成为内行人才知道的地方 我四十岁开这家店 然后今年五十六岁了 因为客人都讲我这边叫 鱼屋的店 像目前一样看到 就已经有大概有十种鱼了吧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的名字 整客人来点这活的啊 从鱼港买回来的鱼货 会立刻放在冰冻保鲜 葡萄的螃蟹和龙虾 则会放在海水蘸养池里 这些海鲜就是吴兴华 今日的菜单 渔夫的儿子虽然不买鱼 但却包办厨房里的大小事 对老爸买回来的海鲜 都能快速上菜 从二十岁退股到现在 我三十岁 差不多八九年 就把每个师傅的手艺学起来 就变自己了 炒桂花 螃蟹 把蛋鲜入锅炒之后 再加入各种蔬菜配料 最后放入事先烧炸锅的花蟹 再继续翻炒 金黄色的蛋花 就好似桂花般色泽 当即的蟹肉饱满细致 尝到鲜甜满分的享受 吴兴华负责采鲜 儿子吴东汉负责上菜 负责两个思期直默契十足 而谈起父亲这个角色 吴兴华竟和我们一样 是从餐厅墙上的旧照片 认识自己的爸爸不在稀烈时 我很平凡 但是我从小有一个 为国牺牲的爸爸 还有守着我56年的妈妈 我爸爸当年是 最后一个... 飞行单位是黑猫中队 就前几年很... 很机密的一个中队 大概十年前呢 这解密出来 我才知道说我父亲 有这么多的 一般人做不到的那个事情 他的飞机在台湾上空训练飞行的时候 飞机出了点状况 然后他又坚持要把飞机飞下来 然后他的机翼打到 机场旁边的电线杆 就这样训职 我父亲是2月17号训职 我是3...隔月的3月31号生出来的 父亲32岁就离世 吴兴华打从出生就没看过父亲 对爸爸这个角色几乎陌生 而随着时代解密 当年的行动公租离世 父亲种种的英勇事迹 让吴兴华更为崇拜 在新竹市 也有一个学校在纪念我爸爸 用他的名字纪念他 走到哪里 这是谁的儿子 我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 但她对我父亲那个爱 那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母亲为父亲手刮 近60年用情置身 到现在看着父亲的遗物 还未赶上落泪 而身为遗父子 吴兴华内心更是百感交集 连见都没有见过 就是全部看书本 口述 照片 然后他留下来的东西 至于形容自己想一个爸爸出来 这样子 我在小时候我想过 前面那台车 我会希望前面那台车 里面那一个人是我爸爸 这东西是假的 我爸爸突然出现在 出现在老家这样子 然后看着别人同学的爸爸 就觉得很羡慕他 他们有爸爸 我读国中的时候我想要考飞官 结果我媳妇的爷爷 跑来说千万 你一定不能去跟我开飞机 我还记得他问我一句话 你知道开飞机多危险嗎 有个身份特殊的爸爸 吴兴华的骨子里 似乎也遗传了父亲的志气 不管是做生意 做渔夫 甚至还苦练单车技术 一举齐进奥运队 成为1988年 汉城奥运自由车培训队员 对无心华而言 他尽力地表演好 生命里面一个角色 直到结婚生子中年创业 但开在商弄的餐厅 起初营业时也是发言问津 开了以后大概很无聊的半年吧 很无聊就偶尔一天来个 一组客人啊 或两组客人这样子 就吃老本啊 说真的到今天 连我妈妈都不相信说 她大概在三一天跟我讲说 她不相信说这边的生意 会有这么多客人进来 她认为是一个奇迹 其实我们这边的菜 我是比较趋向 比较海口味 渔民在船上或在家里 你不是奇怪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样煮 但是又很好吃 又很简单 诉求这一块 坚持渔村的海味 吴兴华整整熬了三年 店里的生意才慢慢有起策 儿子吴宗翰的手艺 越来越纯熟 就来来回回 其实都差不多那几样吧 可是就是桌宿多 或搬桌的时候 会比较累一点的 就做到起床没想法走路 一直在 对啊 刚介绍的海鲜饭啊 米粉汤啊 醋溜那些 对 对... 主要有乌醋 白醋跟糖 就这样子 特调的醋溜酱 平在现炸的软丝上 酸甜可口 裹着薄粉的软丝 吃起来香酥Q嫩 搭配醋溜口味 让人一吃挺不下来 而用乌鱼做成的乌鱼米粉汤 也是招牌菜之一 这个世界才有的乌鱼 油脂丰厚 豆脂成熟 吴鲜华 会把本来的白黛鱼 改成乌鱼 米粉汤里还未肆意 越熬越浓 多关怀自己的小孩 对 就像打比方是 父亲给我的 然后我给他们这样子 做传承给他们 但是一样不要学坏 因为你们的爷爷是谁 跟我的压力是一样 我的爸爸是谁 但是你们的爷爷是谁 将近一甲子的时光过去了 国防部 国家军事博物馆 也为父亲武在西烈士 举行门路捐赠 服刑法最终只留了一件 父亲飞行的衣服在身边 对他而言 现在的日子所有尽好 坚持着老店的鲜味 把客人当成家人 他走出一条大时代背景下 不同的路 只要有客人他认为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他是满意的 而且会很誇想 我都会忘掉那些痛苦的事情 我最爱跟他想什么 下辈子我当他20就好 这样我就看得到 人生百种滋味化作盘中仙 吴兴华总用乐观豁达的心 面对各种考验 相信自己坚持不放弃 在曲折的人生 也有属于他的故事 在这个地方 我会忘掉 他好想说 你这么想说 你怎么能不能 这些故事 我会忘掉 你不在买 你不在买 我会忘掉